9月30号A股说评视频 大家好 收网财金 今天是9月份最后一个假日 大一股创了多项历史记录 两市成交金额2.59万亿创历史记录 创案板指9月份单月上涨38% 创单月涨幅历史记录 创案板指科障50北镇50今天收盘 涨幅都是超过了15% 尤其是北镇50涨幅22% 也是刷新的历史记录 超过4900只股票暴涨超过7% 全市场下跌股票只有8家 这8家都是ST 整个创商板块全部涨停 可以说A股是进入到了闭着眼去买 都能够赚钱的行情 而新股民在着急的去开户 老股民在着急的去加两戎加杠杆 而券商又热闹起来了 而监管层又再次强调 券商IT等重要的指标 应该在历史峰值的三倍以上 这是不是暗示着 接下来成交金额会进一步放大 今天已经达到了2.59万亿了 难道未来还要出现3万亿甚至更高吗 那么按照这个速度涨上去的话 那么貌似这个4000点 可能在10月份就要出现 5000点在11月份就要出现 市场可以说彻底疯了 今天收盘价是在3336点 那么今天收盘视频我们来聊 对于大盘这种风牛走势的三点思考 谈一下我的一些思考 好吧 然后再去聊一下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 一个不错的一个品种 可转载来谈一谈 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向 好吧 我们先去聊大盘 聊户子 那么大盘三点思考第一点 第一点 我们说最近的这一波快涨暴涨行情 那么其实是一堆重磅政策的利好 一堆王诈政策利好所推动出来的 是大家对于未来经济预期的更高期望 但是我们要明白 这种经济的发展途中总会遇到这样 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 总会遇到我们国内或者国外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经济发展它不是一帆风顺的 那么你更高的期望 那么但是发展不是一帆风顺 那么股市它也不可能这么一直疯涨上去 好 这是第一点思考 第二点思考 我们看周K线图 那么从周K线图上来看 那么技术面上的压力位 技术面上的压力位 那么在3418点和3424点 这是它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截后10月份的行情我们预计是什么呢 预计会是一个强势的震荡的大波动 强势震荡大波动 波动会很大会很快 然而是一个强势震荡 那么在震荡完之后呢 还会再往上涨 那么从日K线图上来讲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一浪上涨 而一浪上涨涨得过快 过大 然后很多老手 各位很多老股民老手 由于过去的谨慎 由于思维转变没有那么快 包括我在内 可能就是踏空了 那么已经踏空之后呢 就不要去追了 但是我们要积极的去把握下一步行情 就是一浪上涨之后会有二浪回调 二浪回调之后呢 会有三浪上涨 对吧 而目前我们要等的就是短线的二浪的回调 好吗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大盘的三两思考 一个是经济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股市也不可能持续这么风下去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股市如果这么风涨下去的话 这么这么快时间涨到4000涨到5000 那么涨完之后又该怎么办呢 又该怎么办呢 总得给未来留一点空间吧 对不对 第三的话就是从技术面上讲的周K线和日K线 好 然后再聊一个品种 进可供退可守的品种 可转载 可能很多股民没有听说过可转载 尤其是新股民 那对于一些老股民的话 应该都听过可转载 在过去那几年可转载非常火 很多人都在这样一个进行打薪 好 那我们去聊一下什么叫做可转载 各位 可转载全称是叫做可转换公司债券 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债券 它结合了债券的属性 也具备了股票的属性 那可转载它的发行价格是100块 是它的发行价 那么投资者 比如说参与到可转载 参与可转载之后 既可以去选择持有债券到期 去获得固定的利息和本金 那么这就具备了这种债券投资的安全性 对吧 同时呢可转载也可以选择在一定条件之下 把它转化成这个股票 上市公司股票 那由于有这一层关系存在 就是它可以由债券转化成股票 那么所以它就具备了债券投资的安全性 以及股票投资的高波动性 但大家要注意啊 由于可转债的发行价格是100块钱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看价格在100块钱附近的 或者低于100的 那么如果说大幅超过100 比如说超过130了 超过150了 那就别看了 对吧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然后由于它具有债券的安全性 和股票的高波动性 对吧 那么再配合适当的仓位管理 那其实这就会大幅的提高 进可攻退可守的这样的一个余地 因为它有安全性 对吧 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T加零交易 就可以日内反复交易 那么这样的话 你在盘中 其实你就可以更加灵活的进攻跟防守 对吧 觉得不对劲就出来 觉得OK就进去 对吧 而股票呢 股票呢 股票是T加一的 T加一是今天买明年才能卖 所以这一点它不如可转在那么灵活 那么另外呢 可转在它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条款 比如说下调转股价格条款 一些赎回条款 一些回收条款等等 那么这些其实都在它刚刚发行的时候 在发行合同里面都会写得很清楚 都会写得很清楚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个进可攻退可走的一个品种 好不好 那么大家可以把可转在这三个字打入评论区 那最后呢 我们祝大家在国庆假期期间 注意安全 玩得开心 然后呢 也可以去听一听我的一些视频 那么在假期期间呢 我也会陆续的去更新视频 这个假期我是不休息的 感谢各位点赞关注 晚晚才见到A 再见